过香姬寺,不知香姬寺,树里入云峰,古墓无人静,深山何处中,全生燕微时,日色冷轻松,薄木空弹曲,安禅至独龙。 早闻香姬寺盛名,却不知在此山中,入山树里,登上了高入云天的山峰。 这里古墓参天,根本莫有行人路径,深山中,何处传来隐隐约约的寺中。 辅厅微时的流泉轻轻的抽气哽咽,山高林密不透日影松阴寒气游浓,日以将目我注立在空气的清潭边,有如缠定,身心安然一切斜念皆空。 平溪,这是一首写游览的诗,主要在于描写景物,提议在写山寺,但并不正面描摹,而用测写环境,来表现山寺之优胜。 云峰,古墓,深山,微时,轻松,空弹,字字扣合寺院身份。 最后看到深潭已空,想到《灭盘经》中所说的奇性爆裂的毒龙已经制伏,欲指僧人之机心妄想,已被制伏,不觉又悟到禅里的高深。 全师不写寺院,而寺院已在其中,构思奇妙,便自精巧。 全生燕微时,日色冷清松历代被遇未练字典范。 作者王维,西元699年至759年,自摩洁,太原,金山西省太原市人。 九岁之属语,唐环境,唐环境,开原九年浊,尽是第一,官给世中。 两都献,为贼所得,服药扬阴。 贼凭定罪,以宁必持诗文于行在,特幼之。 官至尚书幼成。 公草历,上话,名胜于开原,天宝间。 宁,薛诸王,戴若诗友。 有别墅在网川,常与陪迪游其中,富诗未乐。 丧妻不娶,孤居三十年。 上缘出足,年五十九。 上缘出足,年五十九。